本港疫苗接种计划接年有阻制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劳宠茂说 政府应该主动出击 向中央当局索取另一款内地国药灭活疫苗的第三期临床测试数据 交由本港专家审批 加快疫苗公广时间 本港预够的三款疫苗暂时得一款即将公广 原本计划最先公广的内地科兴疫苗 一再压后提交第三期临床测试数据 有意见建议当局改为引入 已经在内地大规模接种的国药疫苗 就算国药都未公开相关的全面数据 有本港专家就不认同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劳宠茂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座就说 国药上个月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提交相关数据 他认为政府应该主动向药监局拿 而不是向药厂 主动出击去找这些数据 就不是说坐在香港那里等你药厂来找我 国家的疫苗根本是国家分配的 就不是那么简单说国药作为一家药厂 他喜欢卖给谁就卖给谁 对于外界争拗第三个数据是否审批时必须 盧宠茂认为有是最好 但是医学上未必无一种治疗 事前都能够收集足够数据再作决定 某些情况之下需要作出平衡 需要作出平衡 盧宠茂认为有是最好 对日前有报道说科兴和国药都已经向世卫提交资料 相信是第三期数据 现阶段有没有必要同时引入国药呢 盧宠茂认为仍然有需要 现有防疫政策是不足以回复我们的医疗系统 回复我们的生活经济最重要的 不过盧宠茂说灭活疫苗生产的过程比较慢 未必即时大量公港 建议可以优先给跨境司机接种 母纤烈士记者陈家印报道